The Philippine Songdae Family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hosted a welcome dinner and a farewell dinner to thank the delegations who attended the induction ceremony. Philippine Songdae中青总会举行欢迎会和喜别会 大谢参加就职典礼的庆贺团。 菲律宾宋代宗青总会 庆祝成立84周年 继第81连82届理事会 继第31连32届妇女组青年组织员就职典礼 于2024年6月30号中午 假作东海皇宫酒家隆重举行 6月29号晚 该会假作星豪天地同乐海鲜酒家 举行欢迎晚会 为家乡及各地庆贺团接风洗尘 明月理事长戴国志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 他怀着感恩的心情 对庆贺团不辞劳苦 不远千里前来菲律宾 参加幻见庆典活动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宴席上兵主们把酒言欢 共同预祝该会新建礼监市职员就职庆典 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 为了答谢家乡及各地庆贺团的盛情后裔 该会于6月30号晚 假作富林渔市海鲜酒家 举行欢送西别晚会 新界理事长戴宏如 感谢各位庆贺团嘉宾 波荣光临旧职庆典 为庆典增功天才 他同时庆祝庆贺团旅途 返程平顺 西别联欢晚会 气氛热闹祥和 兵主把酒言欢 热烈互动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